而海葵台风侵袭带来了好大雨 造成了丰田地区的丰田郡四肢四分小三级的灌溉沟破损 农田水利署华联管理处 借由农业部长勘勘时 就会同了议员林哲师张美慧 实地来勘察了解如何协助处理农民的灌溉用水 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进行供水 海葵台风离开之后 相关单位都正在进行灾后勘灾的行程 农水署华联管理处在农业部长下乡勘灾时 特地来到丰田地区了解相关的灌溉沟取 遭到豪雨冲刷破损的情况 华联管理处处长也表示 将尽快投入灾后抢救作业 恢复通水道路通行 未来也将会提出灾后复建工程计划 提升灌溉沟取的强度 目前我们所在位置是在寿风向丰山村 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农路上 陆测由我们的一个灌溉沟取 那因为这是台风的因素 造成了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管理处这边 也会尽快投入灾后抢救的工作 首先就是恢复我们通水及道路的通行 之后我们会规划整体的一个复建工程 将全区大概雇有220公顷的灌溉沟取 重新施作改善 恢复农民的一个通水的使用 道路以严重塌陷造成农田的安全自律 农水属花莲管理处将改善路面 以及灌溉沟取提供222公顷的农田 灌溉用水的稳定 紧急修复农水路的改善 记者凌杰收封箱采访报道